各位中视电子报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纽泽勋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 赖神的功德愿 未必只是年轻人的苦手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来做 这样的一个论述基础呢 主要来讲的话 就是因为赖神担任格魁之后 常常会在嘴巴里面 冒出所谓功德论 这样的一种概念 比如说 外界对于消防员的捕风抓蛇 这样的一个额外的一个任务 赖神也说 这个是消防员他的一个做功德 那另外针对照顾服务员 他们的一个薪水很低 工作压力又大 那赖神又指出 这个照顾服务员 他们也是在做功德 那对于记者的工作非常辛苦 但是呢薪水的一个比例 没有办法跟他们努力的一个付出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种等同 那赖神也就说 这也是记者朋友们在做功德 那之前呢赖神又引用了一个劳动部 关于一利一休的一个民调 又指出就是说 六成的劳工希望能够坚持 那所以呢又引起青年团体 对赖神的一个大家打罚 所以也指称就是 也酷手说 这个行政院基本上是 赖神的一个功德院 那赖神虽然对这样的一个回应 他是浅浅冷冷的回应 就是说对于年轻朋友的一个创意 他不以为意 但是我们会认为就是说呢 年轻朋友们或者是特定的 特定的团 相关的一些团体 会对赖神去进行这样一番的一种 酷手 我认为赖神他自己应该做一定程度深刻的一种检讨 他之所以冷冷的一个回应 凸显出他并没有针对 近其他的一个民调的一个滑落 或者是针对媒体或者是网友的一个哭手 有一番深刻的一个检讨 而我们现今会认为就是呢 他现今在这整个的一个功德论的一个议题上面 我认为他至少有三大盲点 第一个盲点是缺乏同理心 第二个盲点是对政策的一个专业程度不够 第三个是太自以为是 好 我们从第一个缺乏同理心来做相关的一些说明 第一个大家都很清楚了解 消防员的工作是非常辛苦 而且非常危险 而且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林全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就把捕风抓舌这些相关的一些事物 规见在农委会下面 那但是呢 赖神上任之后又重新规划 捕风抓舌消防员也可以去做 这是当做做功德 那另外我们从照顾服务员的一个面向来看的话 照顾服务员他们的一个辛苦 我想赖神也根本没有办法去体会 他们除了要照顾被照顾者之外 他们可能某种程度 还要去面对 这被照顾者 他们一家子因为被照顾者生病 而产生的一些潜在的一种冲突 而这个整个照顾服务员 他可能又要作为被照顾者 他的一个情绪宣泄的一种出口 或者是情绪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支柱 这个部分我认为照顾服务员 他们都非常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赖神他今天根本没有办法去从照顾服务员或者是消防员的一个立场 去看这样的一个问题 反而是很潜谍的讲到这个是一个做功德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认为赖神基本上是没有用同理心的一个观点 去感受照顾服务员跟消防员他们心里面的一种工作的压力 跟工作的一个辛苦 所以我们才认为赖神他的一个同理心是不够的 这个部分其实也等于是失言 那第二部分我们会认为 赖神在特定的一个政策上面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没有专业的 比如说长期照顾或者是照顾服务员 这些相关的社会工作的一个领域 我们认为赖神他就没有这一方面的一种专业 反而政府会把这整个专业跟志工去混为一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谬误 而且我认为政府也缺乏这整个的一个医院 或者是社区照顾员人力整体规划 这样的一个前瞻政策规划的一种能力 跟前瞻性政策规划的相关的一些远见 所以我会认为就是说 政府也好或者是赖清德也好 对于这整个长期照顾 或者是照顾服务员 他们现在所面临的一种困境 应该要做更细腻的一个深刻的一个研究 毕竟现今照顾服务员 他们除了是薪水低之外 工作时间也非常的长 压力也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认为政府应该从这几个面向 去想方设法 同时也要去提升照顾服务员 他们在社会上面的一种 被人家尊敬这样的一种地位 那第三个部分呢 我们会认为赖清德他自以为是 意思也就是说 他针对别人对他的一个批评来讲话 他绝对没有去进行一定程度深刻的反省 他才会冷冷的讲出一句 对于年轻人的创意 他不以为意 意思也就是说赖清德 他认为自己是做的是对的 别人的批评都是刻意的一个鸡蛋里面挑骨头 所以我认为赖清德他在回答相关论述论点的时候 并没有去针对外界的一些批评 去进行自己整体的一种反思 我政策是不是有适当的一个部分 我是不是有失言之余 我认为他并没有去做过这样的一定程度的一种检讨 所以我们才会认为就是说 赖神他过度自信 让人无法自信 这样的一种性格 如果不改的话 可能会成为他再攀巅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绊脚石